今日说法 你有过被孩子气得哇哇大哭的时候吗 你有过和孩子无法沟通束手无策的时候吗 这一代孩子共同的心声就是我的人生我做主 教育专家做客今日说法演播室 与您共同探讨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健康 预防青少年犯罪 今日说法问你播出 孩子我该怎样爱你 我的朋友都知道 父母老师都是爱我们的 可是当我们慢慢长大 我们中的很多人开始讨厌学校 讨厌自己的家 甚至渴望离开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 让本该最亲近的父母老师和我们之间隔了一堵墙呢 每当面对孩子 尤其是十四五岁的孩子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 家长们都很困惑 家长们不能回答 今天我们请到人民教育编辑部主任任小爱老师 希望任老师能帮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展开讨论之前 我想请任老师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起看一个故事 我们通过这三个女孩子的故事 看看能够发现什么问题 这三个女孩都是初中的学生 她们在同一所学校上学 都是好朋友 她们也在同一天失踪了 在离开家之前 她们都给家里留下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字条 上面写着 爸妈我走了 不想在家了 过一段时间我就回来了 在离开家二十多天后 她们被民警发现送回了家 而此时大人们才知道 几个女孩子离家出走后 险些被坏人指使去做违法的事情 被解救回家后 问起当初她们离家出走的原因 原来她们只是觉得在家里没有意思 整天面对大人的唠叨 想出去闯一闯 任老师这就出现问题了 就是每个家长都会发自内心的爱孩子 提供给孩子一切 孩子们为什么会讨厌学校 讨厌家 甚至要远远的走开离家出走 为什么 这里面就首先说家长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家长给孩子 似乎在他们看来给了一切 可是孩子大了为什么不满足 这里有一个根本的症结 就是他不知道孩子在整个长大过程中 他到了十四五岁的年龄 他需要什么 我们也专门请了很多同学 来说他们现在对自己的父母 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 来听一下孩子们的回答 我觉得有些时候 我跟我家长交谈的时候一个老师就是 我弄不明白她的意思 她也弄不明白我的意思 那最后那个弄我妈 也倒是很生气的 所以我倒是我想不想回家 就说为什么 就是说能不能让 有一种好办法 使我和我家长 能消除这个态度 很多事情 然后呢 虽然说是心理困惑 但家长然后又不理解 然后呢 跟家长的矛盾越来越深化 然后这可能也算是一种 嗯 但你给我跟家长是冲突的 我问一下 咱们班这初一这一年到现在 没有跟家长发生过冲突的 举一下手 就我妈说什么我都听 那我再反过来 跟家长有过冲突的 举一下手 我不算刺手 看来是我们的困惑是吧 由此看来 和家长存在矛盾 难以沟通 是困惑很多学生的一个问题 而记者在采访一些少年饭时 有的孩子说 自己之所以走上迷途 完全是因为讨厌家 讨厌家长 我回家时 我感到心里有点压力 父母见识什么样的压力 就是我母亲 她比较喜欢唠叨 两代人有隔阂 说不到一块 所以经常跟父母打杀打的 甚至于就有时候 连招呼都不大 也不会错 有资料显示 一旦孩子离家出走 往往会被坏人所利用 导致犯罪 由此看来 学会与孩子沟通 是家长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是不是到了十四五岁 孩子们都会觉得和父母不好沟通 所有的孩子 其实我们都是过来人 对 一个人的一生 有两次关键的时期 一个叫青春期 一个叫更年期 对 这两个时期是一个人一生当中身体 生理心理 一个重要的变化时期 那么孩子到了青春期 他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 就是他开始进入半成年半儿童期了 在心理学上 这是人生第二个段入期 他开始慢慢的对物质上的给予 开始淡默 开始寻求精神上的 但是我们的这一代家长 大多不关注孩子的心灵 至于你内心深处想什么 他不考虑 家长满足孩子的是物质 对 而管的还是 对孩子的一种行为上的一种约束 而孩子这个时候 他觉得我已经是大人了 我难道还需要你大人管吗 所以大人这时候再管 他就逆反心里来了 对 所以孩子们就会觉得 我不是不想和父母沟通 我想和父母聊 但是一聊就有矛盾 一聊就有矛盾 一聊就聊不到一起去 其实大人不知道 孩子这时候需要的是 尊重的爱 理解的爱 民主的爱 平等的爱 信任的爱 比如说现在的孩子 到了十四五岁 他就出现了一个 你没经过允许 你不能四看我的人 对 不能进我的房间 那么家长就觉得 你人都是我的 你的一切我都可以 这就不对了 就是你不尊重他的表现 如果你没有尊重他的心理 他这个时候 没有得到一种平等和尊重的认识 那他就要反抗 只要家长能够摸透孩子的心思 立刻就能和孩子成为永久的朋友 那这个摸心思 有没有什么技巧 很简单 就是家长真正的做到 开始平等的对待他 比如说家里的事情 可以让孩子参与 我们有的家长不是这样 孩子主动的参与家里事情的时候 家长就说去一边去 你小孩懂什么 这就对他是一种心灵的伤害 专家提示一 最重要的是 家长要平等的对待孩子 尊重孩子 另外一个 在管他的时候 尽可能用商量的口气 能不能商量着咱们一起来 就是爸爸妈妈尊重你 但是我们给你提供建议 所以这个时候 最好的教育是选择性教育 就是家长 在孩子进入十字路口的时候 不要轻易给他指明方向 而要告诉他东西南北的优势劣势 然后带有倾向性的提供选择 如果我们的家长这样做了 没有一个孩子会和家长有叛逆的 你得让他选择 你让他自己去做决定 这一代孩子 共同的心生就是我的人生 我做主 专家提示二 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孩子 应该给孩子选择权 我们在对青春期的孩子们 遇到挫折之后 有一系列反应的这些案例 进行了一些梳理 就发现有的时候 一些孩子会用极其极端的方法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这种极端甚至于 已经超出了大人的理解和想象 我们看一下 这个孩子叫小方 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 一天 他从教学楼的五楼跳了下去 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事后 警方在调查中得知 那天上午 孩子曾经被老师罚写过 一千字的检讨 小方的父亲说 出事后 在小方的书桌旁 警方还发现了这份 没有写完的检讨 检讨是这样写的 我可怜又不幸的小方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一天 竟要写一千字检讨 我感觉太悲哀了 今天上英语课读单词时 坐在我后面的堂 据当时在场的同学描述 小方跳楼前 正是在写这份检讨 在写检讨时 还遭到了同学的讽刺和嘲笑 写一千字检讨 一个是对他的心灵 是一种折磨 一千字 一千字是一件小内文 你去犯什么天大的错误 需要写一千字检讨 来说明自己的那个罪过 小方的父亲认为 就是这签字检讨成了孩子 迈不过去的坎 再加上其他同学的讽刺和嘲笑 孩子一时想不开 才跳了楼 而小方的同学也告诉记者 签字检讨作为一种惩罚方式 在学校里已经非常普遍了 接下来我们要涉及到这个问题 就是学校的问题了 学校说我是好心 我要管孩子 我不能让孩子 不能让学生任性 你不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所以我要管理 但是我这管呢 一管就成了这样的结果 是的 现在这个问题确实很凸显 就是中国的国情是独生子女 从小宠爱 到了长大之后 他不被宠爱 他不行了 所以稍微批评一点 他就有一种叛逆 那么这里 首先我觉得 教师要做一个自我调整 我们查教育一词的解释 可以在各种字典词典中 查出四十多条 教育是什么 但是有一条解释 说的非常透皮 就是教育是服务于社会 服务于人的一门学格 那么既然是服务 服务是什么 就是满足需要 孩子需要什么 我们给他什么 当然这要是有理性的 去给予才行 那么这里就让我想起了 我中国著名的教育家 陶星芝 他曾经有四块糖的故事 就是陶星芝有一次在校园里 看到一个男孩子 打一个男孩子 他走到前面去 严厉的斥责了这个 打人的男同学 并且制止了他 之后说 你放学以后到办公室去 放了学 孩子提前早早的来到了 陶星芝的办公室 孩子当时低着头 陶星芝从兜里拿出一块糖 说奖励你 孩子非常诈意 说为什么 说因为你按时到了 这块糖奖励你的手持 然后从兜里又拿出一块糖 说这块糖也是奖励你 孩子说这又是为什么 更惶惑了 陶星芝说 我打听了 你打那个孩子是有原因的 因为呢 那个孩子欺负了别的同学 这点说明你是有分辨是非能力 你有正义感的 我奖励你这种正义感 这个孩子拿完两块糖 就已经非常激动了 过了一会儿 陶星芝又拿出一块糖 说这块糖也是奖励你的 孩子说 陶校长 我实在不明白了 陶校长说 你既然来到这个办公室 你就是知错必改了 你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这时候这个孩子已经流泪了 说陶校长 我知道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做了 我一定爱护同学 不用这种方式 陶校长说 我只有一块了 那么这一块也给你 祝你今后能够做得更好 就这样四块糖的故事 我们就看到一个教育家 他在管理孩子的时候 他是用的是科学和艺术 用的是智慧 如果我们老师能够改变一下 自己的原有的那种旧的管理模式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会对今天的孩子 在教育上是有突出效果的 任何一个孩子 他都有脱离开家庭 脱离开学校的时候 如果在家庭 在学校 父母和老师能够帮助他解决 他面对的一些麻烦 但是孩子一旦脱离了老师 脱离了家长 一个人在面对周遭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 如果这个时候他抗挫折的能力比较小 会不会出现什么恶果 来看下面的案例 这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当时两个人还只有十岁 一天晚上 他们俩一起从十楼跳下 结束了自己幼小的生命 那天小兄弟俩去书店 出门的时候没有付钱 拿了两张光盘 书店保安发现后 拦住了他们 保安把其中的一个孩子 留在了书店 让另外一个孩子 跑回家去叫家长 孩子的母亲承认 孩子没有交钱 就拿光盘是不对的 但是作为书店 面对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的时候 不仅说把这事要汇报给学校 还要报告给派出所 而这种压力 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 无疑是无法承受的 以至于让孩子们觉得 也只有离开这个世界 才能得到一种解脱 我们不禁要问 当我们的学校 家庭都在转换教育理念的时候 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也该转换一下 对待犯了错误的孩子们的观念和方式呢 而与此同时 不可否认的是 由于孩子受挫折能力的下降 近几年 孩子稍稍受到一点挫折打击 就选择放弃生命的做法 不断发生 2005年 浙江一个叫小倩的初中二年级学生 因为受到了老师的批评 从三楼跳了下去 造成腿部骨折 那你为什么要跳楼呢 你没想想 你是爸妈妈的心头肉 对吧 你跳楼了 他们怎么办呢 当时没想这个吗 你怎么会动不动去想到跳楼呢 并不是说非要跳楼不可呀 就是老师打你了 你还非要跳楼吗 他们 他说如果你妈妈不让我还你了 就不还你了吗 那我爸爸妈妈 爸爸说我 学习不好 还要打我 那我倒是觉得我 你是怕回家 爸爸妈妈还要打你 爸爸妈妈在学校里来 打我吗 那我就跳下去了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孩子们的受挫折的能力呢 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说法 就是三岁看小 七岁看老 你在很小的时候 你的心灵深处没有种下那种抗挫的种子 长大了以后 你遇到了各种困难的时候 你就很难去把握 所以您觉得 就当你抗挫着能力越强 你又会知道生命是什么 对 就是我们要让 想让孩子长大了以后 避免这些抗挫能力的缺陷 应该从小进行培养 有一个说国外的一个小故事 说一个孩子在走路的时候 妈妈藏到了树后面 当孩子摔倒的时候 开始他哇哇的哭 妈妈并不过去 这时候你要狠的下心 那么这孩子哭了一会儿 左右看一看 自己撑着地站起来了 拍了拍图 接着又走起来 不要小看这第一次 在他幼小的意识当中 他意识到 我能够自己站起来 其实恰恰这个行动 就是给孩子培养一种 将来长大了 遇到困难的时候 他不会惊慌失措 我怎么解决 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了 所以从小的培养 对他长大错 是至关重要的 前段时间我看到了一本书 书的名字很有意思 说我的错都是大人的错 书里面的小孩就说 大人喜欢说臣服的大道理 奇怪的是 他们自己听不见 书里的小孩还说 大人喜欢嘲笑 别人的孩子是温室里的花朵 又努力培养 他们自己的孩子 也成为温室里的花朵 如果我们把这些孩子气的话 拿来仔细研究研究 就会发现 孩子绝不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不懂事 所以家长是不是能够 给孩子们平等的爱 民主的爱 尊重的爱 把孩子的心理培养的 越来越强壮 如果做到了这一点 也许一系列的困惑 都可以一步一步的解决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感谢任老师 参与天上讨论 明天同一时间 接着说法 再见 12-13-18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